教主 这是什么 你明知道本座 最讨厌下面的人 阳奉阴维 你还敢自作主张 不要命了是不是 教主 属下只是以为 白眉雪作为一个母亲 思念女儿 乃是人质长情 教主并不会怪罪 这才陪渡王去看花弄营 白狐对魔教 绝没有叛教之一 这次没有 下一次呢 属下知罪 请教主开恩 好 本座看你是初犯的犯杀 先饶你一命 如果你下次还敢自作主张 小心本座对你不客气 谢教主不杀朕 急禀教主 属下已孤雾明察暗访 终于发现宋生秋的下落 继续说 宋生秋目前正藏身于都督府中 都督府的人好像对他有所顾忌 并没有对他怎样 干完教主 我们是否应当有所信仰 禁虎 属下在 本座派你率五大长老 想办法到都督府去捉拿宋生秋 不得有误 是 教主 明日此时 属下定能将宋生秋捉回 由教主发落 别再让我失望了 是 明日午时就要把人给抓回来 这代表咱们今天晚上就得动手 那这事可有点麻烦了 何止是麻烦 那都督府守卫森严 岂是想进去就进去的 再说了 就算是进去了 那也得费一番功夫 才能把宋生秋给带出来 靖虎 此时我们可得费些心思 一方才答应赵子 明日定可带回宋生秋 未免有些夸口了吧 白虎 您这话岂不是长他人知情 面自己为父 就算宋生秋有那么点功夫 难道我们五大长老联手 还拿他不下吗 金大王 你还没搞清楚状况吗 我们要对付的 不是宋生秋一个人 而是整个都督府的人 白虎说得没错 你对教主夸下海口 等到时候办不成世人 万一教主怪罪下来 岂不是又要我们四个给你垫背 你自己胆小怕死 大可留在这里 老子自己一个人去 也是一样的 我胆小怕死 府殿下岂不是再也没有胆大的吗 金虎 你说话能不能先过过你的猪脑子 你 怎么样 你们俩能不能修订我 各位长老 方才我听说 你们要进都督府抢人 在我还是修罗门护卫的时候 我曾与欧阳修罗多次进入都督府 对那里情况颇为熟悉 不如我跟各位长老一同解去 一方面我可以给你们指路 另一方面 我可以趁此机会刺杀欧阳逊 替我师兄报仇 如此甚好 有你的协助 此行更是万无一失 好什么好 此行无疑是深入虎穴 你的武功在我们五个人之下 跟着去恐怕会有风险 你还是画一张地图乖乖在这儿等我 不行 都督府中地势复杂 我要跟你们一起去 你 行了 别啰嗦那么多了 就让白罗煞跟咱们同去 白罗煞 今晚有你带路 一定会上去我们的不少功夫 不过 虽然说你报仇心情 但今晚不比寻常 一切 以助拿宋生秋为第一任 万万不可一气如是 这点你能够答应吗 好 那就好 各位 现在我们就回房养精蓄锐 今晚的事情 除了我们五个 有白罗煞之外 不许对任何人偷 喂 你的窗扑好了 可以睡了 我想回神剑山庄一趟 我得去给我娘上炷香 你清醒一点好不好 现在各大门派的人 都在抓你呢 你现在出去 不是死路一条吗 你就好好地待在这儿 我得找个合适的机会 帮你洗脱罪名 这才是耽误至极的事啊 我 我很感谢你 但是我在这儿 只能给你图层麻烦 如果你爹知道了 会怎么处置你 这 这个你不用担心我的 我爹他一向听我的 我没问题的 我知道你爹疼你 可你爹对我的态度 这你还不知道吗 我还是走吧 你为什么一定要走呢 那人我肥着牵挂的人 所以我非走不可 什么人 玉峰 她是我这辈子最爱的女人 我担心外头那些人 如果抓不到我的话 可能会为难她 所以我必须得回去 把她带出来 把她担心外交给你 我很感谢你 这么不顾安慰的帮我 但是我必须得走 我会小心的 等等 又怎么了 这是多多服务 门口还有那么多卫兵守着呢 你现在出去 肯定会被他们发现的 你要走也不是不行 不过要等到银室 银室的时候 守卫交兵换港 那时候走会比较安全一些 我都帮你那么多次了 你再相信我一会吗 不过去 你小孩子 你真的或者走 宋代人 你不想寻找 但是我 我才不想追 你不想多 floor 我一个人 你不想做 我 优优独播剧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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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独播剧场——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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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大哥 不知道你现在人在哪里 安不安全 我相信 你既然自有天相 就算遇到凶险 也都能化险为夷 咱们很快就会团圆了 是吧 岳凤姐 你还没睡啊 我也睡不着 你是不是担心宋大哥 不知道宋大哥 现在到底怎么样了 我明白 我也好想早点见到宋大哥 不过我已经偷白虎大哥 去打探他的下落了 希望能早点得到他的消息 现在整个武林都视他为敌 连我们都自身难保 真的不知道该如何是好 我好想出去找他 人还茫茫 就算出得去 上哪儿才能找到宋大哥呢 你别无所求 只希望宋大哥能一切平安 你真的要走吗 那你不熟悉这里 就让我送你出去吧 谢谢 在你临走之间 我希望你能答应我一件事情 现在外面那么多人抓你 要是你发现无路可走 就会来找我 我这随时都欢迎你 赶紧通知大人和少主 赶紧通知大人和少主 是 是 走 你这随时都离开 你走 是 走 是 走 来 走 你走 好 我走 你走 不是 我走 我走 果然是你 你们是魔教的人 竟然夜闯都督府 你们好大的胆子 好啊 没想到姓宋的 自己送什么来 真是得来全部费功夫啊 你小的挺有本人的呀 连都督府的千金都护了 你 你们想要干什么 我告诉你我们想要干什么 宋生秋 何玉凤和花弄影都在我们手上 你要是不想他们出事 就乖乖跟我们走 他们怎么会在你们手上 擅闯都督府已经是死罪 更何况宋生秋是大人想要的人 你们这帮魔教败类居然还想想他 休息吗 上 快 将他们拿下 消息 死 自然 疯狂 伤� � 之后 独间 抓住 母 女化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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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忘了我们手上 找我那两个姑娘呢 魔教的人说的话你也信 师兄 你快走吧 好 放开他 走 如果你们不想把你们家大小姐 射成豪猪的话 全部给我放下手中的武器 宋生秋 跟我们走 否则你眼前这位千金小姐 还有另外那两位姑娘 统统都要因你而死 魔教的话你们也信 我不会有事的 你们快放箭啊 宋生秋 你要是敢连累我家小姐受伤的话 我一定不会放过你的 别打 我跟你们走 你们先把红户放了 待我们顺利走出都督府 我自然会放着他 现在你 先跟我们出去 你们可要说话算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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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敢包天 居然敢来本都督府撒野 还不把糊糊放了 墙头草 都督府的千金在我们手上 我就不信 你敢动手 你说什么 我再说一遍 我们只要宋生秋 只要他跟我们走 蓝都督的千金就不会有事 宋生秋 你到底要害死多少人才甘心 为什么要躲到都督府 连累我的义妹 我从未想过要伤害任何人 今后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 你绑我放了他 蓝朱月轨迹多端 我们可不敢随便放掉 这个护身符 你想干什么 快把刀放下 那你先叫你的人退下 只要我们带宋生秋 平安地离开都督府 就立刻放了你的千金大小奖 你敢跟我谈判 怎么样 难道 宋生秋 比你宝贝女儿还重要 够了 你要抓的人是我 我跟你们走 我不想连累活活 放了他 我可以相信你 但是 对于蓝都督 请让我去跟蓝都督谈谈 好 但你别忘了 你有三个人质在我手上 都督大人 神秋 神秋 大人 请您答应今后的要求 我宋生秋一定想办法让红红全身而退 你凭什么让本都督相信你这个杀人惯犯 就是 红红被抓 还不是因为你说服他 窝藏你这个杀人逃犯吗 大人 你想想 现在人在他们手上 你还能有什么办法 红红对我有恩 我宋生秋 知恩图报 你连自己的亲娘都敢杀 还谈什么知恩图报 好 宋生秋 刚才你有机会逃跑 但你没有 或许还有点人性 本都督 又赌你一次 如果你敢让我 红少一根汗毛 本都督保证 灭你神剑门 我用心你的帽 宋生秋 医父 宋生秋那小子也很狡诈 说不定已退为 Requ 澈有余毛 医父自有分寸 藏总已埋伏妥当 堵住压在宋生秋身上 是最有胜算 可是 行了 也不必再说了 你带人到前面报仇 事情万一有变也可以应对 是 好了 既然是这样 本都督就大人有大量 我先拿出诚意 都督府的人 撤 来 宋生秋 我的人可已经全撤了 现在该你付出行动了吧 他们人都撤了 你们是不是该放人呢 我们怎么知道 你会不会使渣 到时候再杀出个回马枪来 我看 还是把你们家大小姐 带回魔教这样更安全 放了 我跟你们走 好 反正我们要的是宋生秋 可买卖我们做了 可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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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生秋 宋生秋 走 小姐 带她回去 生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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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 小姐 小姐 生枪 生枪 我们走吧 一个都不能放过 是 小心 快 走 你们快走 走 走 你是怎么想的 竟敢窝藏宋生秋 你知不知道 他现在是什么处境 整个武林都要他的命 万一一个不留神 连你的小命也保不住 这不是有爹给女儿做竹吗 正是因为我是你爹 我必须顾及你的性命 可是你自己想想 如果这个事情传出去 你说一个女孩子家 今后还怎么做人呢 爹 宋生秋是我的好朋友 我当然有义务保护我的朋友了 更何况 因为这次的事 你别也见到了宋生秋吗 女儿还替你省了好多麻烦呢 强辞多利 这要是在公堂上 早该大行伺候了 女大不中流 果然没错 你 爹跟你好话说尽 你要还不肯觉悟 日后肯定后悔莫及 到时候 别怪爹没提醒你 启禀大人 说 少主已将宋生秋捉拿回府 他人呢 关在地牢还请大人一驾 走 爹 我 我跟你一起去 不行 你给我乖乖留在这儿 爹 爹 走了 宋生秋 我早说过 你欠我的 我一定会跟你讨回来 终于让我等到这一天了 把仙侠剑交出来 剩得我再折磨你 免得你受那皮肉之苦 我真的不知道 仙侠剑在哪里 你就是打死我 我也还是不知道 打 给我狠狠地打 义父 怎么样 他招攻没有 这小子嘴巴紧得很 到现在还不能说出 仙侠剑的下落 都给我住手 住手 上车 红红 你别再管我的事 红红 你来做什么 爹 你快放了他呀 女儿答应你 只要你放了他 以后 我什么都听你的 你是中了什么血 我不是跟你说过吗 宋生秋是朝廷要犯 他以后没有好下场 何必再替他说情呢 玄儿 在 你听清楚 没有我的准许 任何人都不准进来 是 爹 爹 你放心 我一定会救你出去的 爹 爹 住口 这件事情没得商量 爹劝你趁早死了这条心 爹秉公审案是绝对不能放宋生秋的 你不放是不是 那好 你别后悔 哼 笑话 你 你在做什么 你 你不放他是不是 皇后 宋生秋是朝廷要犯 你让我放了他 这不是为难爹吗 再说了 他现在是武林公敌 就算爹放他出去 也会被人追杀 你这有何苦呢 我想过了 爹不就在乎 他是杀人犯的身份吗 那好 女儿干脆 干脆嫁给他好了 你胡说什么 我没有胡说 一旦他成了都督的女婿 皇上也能网开一面 饶他不死 有了朝廷的保护路 武林也不会再找他茬了 这样既解了爹的顾虑 又能保住他的性命 这 这不是两全其美吗 我忘他 你怎么为他 知道吗 谁不能嫁 非嫁这个灾行 爹不允许 对 就算他是灾行 那我也愿意嫁给他 如果今天 你不答应我的话 我就 我就死在这儿 住手 这又何苦呢 那你到底答不答应 你再不答应的话 那就听我上师吧 住手 你再不答应 回去吧 你就死了 快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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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快吧 就是了 快她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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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 仙侠剑在哪里 好 这可是你自找的 启禀少主 大人有令 立刻放了松生秋 还说要找大夫给松生秋疗伤 什么 这小子还没说出仙下剑的下落 依附如何做此决定 因为 大人已经决定 将小姐许备给松生秋 依附 松生秋为人狠毒 誓杀成性 你要是把红红嫁给他 就是把红红推到火坑里 这光红红红一辈子的幸福 您千万要三思啊 大人 少主说得对 就算祖族就现在不会伤害小姐 可难免日后不会对他动手 所以大人 请您收回成命 万万不可把小姐嫁给他 这件事情我已经决定了 你们不用全了 其实这个事情 我也是不愿意的 可是红红的性子 你们不是不知道 既然他非松生秋不降 我这个做父亲的 再与他争执下去 也没什么意义 况且昨天晚上 也亏了松生秋他的机智 才把红红救回来 那义父的意思是 宋生秋还算聪明极致 他功力深厚 武功高强 如果他能成为本都督的女婿 效忠于本都督 这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可是 可是义父 孩儿还是觉得 好了 别再说了 你们按照我的意思吩咐下去 尽快筹备婚礼 待宋生秋伤势全愈 本都督就让他和红红拜堂成亲 是 宋儿 等一下啊 你随本都督一块进京 我打算把你引荐给皇上 而且红红昏事也得通禀朝廷 葬松 我们离开的这几天 这个都督府你要好好守着 所有的事情你好好打脸 千万不能有任何疏忽 知道吗 是 废物 一群废物 这么多人去抓一个宋生秋 还抓不回来 魔教的脸面都被你们丢尽了 你们还回来干什么 啊 尤其是你 金虎 作为五大长老之首 你是怎么办事的 启禀教主 我们原本已经抓住宋生秋了 但却遭人暗算 这才会使得他抛 借口 你不是向本座保证 今天一定要把宋生秋 给我抓回来吗 怎么又是空手而归 只会说空话的废物 本座还留着你有何用 救命 救命 教主激怒 属下等人在循迹追踪的时候 发现这宋生秋又被抓回了都督府 属下既然知道他的下落 定会尽快商量出对策 把他给抓回来 凡净教主再给属下一次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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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可是你们说的 那我就再给你们一次机会 赶紧把宋生秋给我抓回来 将功赎罪 是 不过 宋生秋在都督府之事 不可声张 免得各大门派觊遇 明白了吗 是 金火 没事吧 怎么会没事 差点就没命 朕搞不懂 教徒为什么只拿我一个人开刀 不拿你开刀拿谁开刀 教主这是杀鸡景侯 谁让你做事那么鲁莽 你说什么 有本事你自己去抓 抓他是早晚的事 好了 不要再吵了 白虎大哥 怎么了 弄隐 白虎大哥 跟我来一下 走吧 到这边来 怎么了 白虎大哥 有没有打听到宋大哥的消息 目前还没有找到 不过我相信 宋生秋吉人自有天下 你就别胡思乱想了 赶紧回旁去吧 把伤养好再说 白虎大哥 如果有宋大哥的消息 你可要及时告诉我 我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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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哭了 我们哭了 我们哭了 可要是 只要是 我们哭了 给你的红氏 都抵较了 她跟你们言之后 我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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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哭了 你怎么哭了 我哭了 你哭了 我哭了 她都哭了 你哭了 你哭了 你醒了 这是哪儿 这里是嘟嘟府啊 我爹已经答应给你消罪 恢复你的名誉清白 慢点 你爹怎么可能会答应 因为 因为 因为什么 你别动啊 你伤得那么重 要不我给你 不用我这是平爱上 你爹为什么就答应了 因为 因为 我爹已经将我 许配给你了 他已经进京面上 把这桩婚事 去禀报皇上了 你说什么 竟然 红红 我真的很感激 女次救我又为难 我不以为了 可是这和感情是两码事 是 宋圣秋 你什么意思 我 我宋圣秋 承蒙你的情人 不是 你已经用心上来了 你 都然能取得起 何玉凤什么 宋圣秋 我为了救你 用我的性命要挟 逼我爹让我们成亲 何玉凤他为你做过什么 我哪点比不上他 我 红红 我一直把你当成我最好的朋友 可是玉凤不通 我俩从小轻为主罢 互相深爱着对方 够了 不要再说了 不要再说了 我不想听 我不想听 红红 好 小姐 你怎么了 看我宋圣秋 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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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了 谁让你进来的 给我出去 我不出去 小姐 你告诉我 是不是宋圣秋欺负你了 如果是的话 我正就给你出气去 出气 你怎么出气 你能让宋圣秋 不再去喜欢何玉凤吗 你能做到吗 你不能 小姐 恕属下无礼 敢问小姐天下男子这么多 你为何偏偏对宋圣秋 如此痴心哪 属下相信 一定会有人 比他更配得上你 住嘴 你懂什么呀 好 你知道什么叫喜欢吗 你有喜欢过一个人吗 有吗 你这么喜欢宋圣秋 对 除了他我谁都不嫁 而是不能嫁给他 我宁愿去死 是 走啊 走 走 方松啊 方松哥 你怎么样 好点没有 好多了 谢谢 你怎么了 脸色看上去不太对见 发生什么事了 开门 你们快开门 宋生秋 没有都督大人的命令 你哪儿也别去 我劝你还是老老实实地 在屋里待着 我要找红红 我要把话跟她说清楚 宋生秋 小姐若是想见你 自然就会见你 你还是乖乖地待着吧 别白费力气 想不到宋生秋竟然已经有喜欢的人了 我刚才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 真的不知道是开心好还是难过好 这 这什么意思啊 宋生秋既然心有所属 她压根不愿意娶小姐为妻 可是刚才看到小姐哭得这么伤心 我一点都开心不起来 我现在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 我知道你一直喜欢小姐 可是如果让你选择 你肯定更希望小姐永远开心快乐 对吧 对 让小姐开心快乐 才是最重要的事 既然这样 我们就应该想办法 让宋生秋 娶小姐为妻 你说什么 我想 你也不愿意看到小姐这样 失魂落魄 郁郁寡欢的吧 小姐 既然非宋生秋不嫁 那我们应该 成全小姐的幸福才是 可是宋生秋 不愿意和小姐成亲 我们也没办法 你刚刚不是说 宋生秋喜欢的人 是何玉凤吗 那我们也不可能 抓何玉凤来威胁宋生秋吧 我们也不知道 何玉凤现在在哪里 且也没有办法抓到她 不过有一个人 可以威胁到宋生秋 谁 据探子来报 何玉凤的娘 住在青云山庄 我们让星空和昊月 快马加鞭过去 把她抓来 有了这个筹码 我觉得宋生秋 一定会答应 与小姐的婚事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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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